今年的冬炼温泉季活动在25号圣诞节当天 将结合登山践行 美食品尝节目演出还有温馨圣诞树点灯一起举行 活动从下午4点开始 地点是在温泉公园 乡亲朋友可以一起来参与 幸福为了让大家度过一个不一样的节庆 在郊西温泉公园内 除了准备圣诞树营造温馨的点灯祈福活动 还有丰富多元的节目演出 要吸引外来游客跟本地民众 来这里度过特别的圣诞节 期望说来过圣诞节来做我们的外交 来这边体验我们的移居城市的铜牌奖 以及我们十大观光小镇之美 另外在活动的过程中 会把我们宜兰最在地的小吃 包括葡萄 高渣等等的美食 还有相关的宜兰在地的伴手礼 来这边做一致的展售 最主要是借由这个活动来推广 我们在地宜兰的美食环境 悠游温泉等等以上 另外县府为了让更多国际观光客 看见宜兰之美 在旅行业者的促成配合 当天有香港游客来宜兰体验 郊西的特有温泉文化 郊西温泉站不站 站 宜兰它最主要的就是一个 它的一个温泉的文化 那我们希望跟港中旅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第一个可以让我们 包含是香港的 或是一些国际的旅客 来了解宜兰的好山好水 以及风俗民情 那未来我们会透过 更多这样举办这样的活动 来让大家更能认识宜兰 然后了解宜兰 体验宜兰 到最后享受宜兰 25号圣诞节当天 活动时间从下午4点开始 有安排践行 欣赏舞蹈歌唱 还有在地美食品尝 宜兰兄记者张丽玲 采访报导 16号圣词 号圣诞 hom